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成功保级的战绩结束了这个赛季 2018年KPL春季赛中 随着老帅的加入 却也未能挽回新赛季中 GK再次高开低走的局面 尽管在一片不看好声中 GK仍然击败了不少强敌 跌跌撞撞打入了季后赛 更是在季后赛中一记绝尘 以让三追四的战绩 创造了KPL职业联赛中 第一个在季后赛 让三追四的历史 开创了王者荣耀 一个新的记录 尽管GK在春季赛中 最终止步于西部决赛 但回顾GK 无谓往前 一路走来极具韧性的表现 都让我们足够期待 在冠军杯中再次出现的GK 将会是一支更成熟 更稳健的战队 我相信努力与坚持不会被辜负 每天对于我们而言都是新的起点 我们冠军杯见 去年以2017年KPL 秋季预选赛第一身份晋级的EDGM 在众多老牌净率中 势如破竹般的脱颖而出 犀利的打法 超强的战术执行力 这支新进豪强 在2017年便厚浩荡荡地迈入强队之列 2018年KPL最强上单之一 无痕加入EDGM 随之而来的团队磨合的问题 也给处于春季赛的EDGM 带来些许困扰 迅速地调整与磨合 事实证明 一个具有实力的俱乐部 在困境时刻 同样也能逆流而上 从宝籍区到败者组 再到东部冠军 同时承受着压力与责任的EDGM 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 秉持着坚韧团结 这一坚定不移的信念 EDGM最终才将迎来 属于他们的逆风启航 冠军杯我们必将 四不可挡 这支身批诸多比赛荣誉的 新生实力战队 在2018年预选赛中 便以十连胜的傲人战绩 备受瞩目 教练组通宵研究战术 队员日复一日的训练 并且开创了 打法风格激进的自由人体系 DA黑凤离一切的努力与付出 都终将在赛场上得到证实 虽然最终遗憾只顾四强 但这仅仅是BA黑凤离 与KPL的第一次相遇 在未知与挑战的碰撞下 他们一路走来 第一次打进季后赛 第一次打进东部总决赛 过去的场景 对于BA黑凤离来说 只是一个等待刷新的目标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我们始终相信梦想总有一天会实现的 冠军杯请见证一个更强的业 M8 HEXA中M8的谐音MX 大义是只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 而成为了伙伴一起奋斗 风雨同舟 梦想与电竞的热爱 将原本各处一方的七名队员聚集在了一起 从马来西亚冰城的比赛中 以18连胜不败的战绩夺冠 一路走到王者荣耀的顶级赛场 战队保护意识与团队执行力极强的M8 HEXA 在预选赛中让一追二 烈士翻盘的亮眼表现仍然历历在目 锋芒出路便已正名了他们的实力 已经获取不错战绩的M8 HEXA 面对豪门赛区 或多或少会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压力 但第一次登上国际赛舞台 第一次来中国比赛 这场国际的巅峰对决 或许是M8 HEXA期望已久的 期待了很久与中国企业战队的交锋 虽然这会带来不少的压力 但我们自在必得 冠军杯M8 HEXA 我们准备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